本世纪最打脸的事情是什么 10年前美国拒绝中国进入国际空间站 10年后咱们中国建了自己的空间站 这是一个一直被孤立霸凌最终逆袭翻身的故事 美国越是打压我们我们越要出人口地 这就是只属于中国人的血腥和骨气 6月17号上午9时22分 中国成功发射神舟12号载人飞船 18时48分中国三民航天员首次进入了咱们自己的空间站 几代人的努力付出就为了这历史性的时刻 这也让一条沉寂了12年的回答火了 2009年有网友提问国际空间站何时轮到中国人上去 马来西亚人泰国人甚至日本人韩国人都上去过了 该到中国人了吧 有人回答中国人要上就上自己的国际空间站上别人的不好玩 2009年的心愿在2021年终于有了回响 那些年我们吹过的牛都在一一实现 很多人纷纷来到这条评论下留言 每一条回复都那么质地有声 无独有偶一段10年前中国专家 关于空间站的访谈也火了 2011年有媒体邀请航天专家在线解读空间站 有网友提问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跟美欧航天大国合作 是别人不肯与我们合作 还是我们不愿意跟他们合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洪回答 在建国际空间站时美国不让中国加入 中国人就是有志气 你不跟我们玩 我们自己也能玩 现在看我们有钱有技术能做了 老美似乎又想跟我们合作了 再吆喝着要加强全世界航天合作 网友继续问会建我们自己的空间站吗 刘洪坚定地说 天宫一号就是我们空间站的序曲 2020年就要建设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看到这些曾经的回答 有种时空穿梭的感觉 那种满满的自豪感 不是用语言能够形容的 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去回答一个问题 只要中国人想做就绝对没有做不到的 那么咱们中国的空间站到底有多强 中国核心舱上的机械臂 是我国目前智能程度最高 难度最大 系统最复杂的空间智能制造系统 它就像人类的手臂一样 有七个关节和两个末端执行机构 可以灵活地随意运动 如此强大的机械臂 让美国开始恐慌 美国太空司令宣称 这样装置可以用于未来抓取卫星 击落航天器 将威胁到美国在太空中的安全和利益 当然 这样的猜测完全是为了抹黑 但有一点他们不得不接受 那就是中国的航天技术已经走向强大 美国妄想称霸太空 关于中国空间站 这里还有一些细节 中国空间站核心舱上已经植入了无线网络 航天员都配备有手机和平板电脑 可以正常接打电话 网络视频 数据传输速率与地面几乎没有区别 可想而知 我们的信息化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人已经把基建搞到太空去了 中国航天能走到这一步太不容易了 你想象不到为了阻挠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美国用了多少阴招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 现在世界上能工作的有两个空间站 一个是国际空间站 一个是中国空间站 国际空间站始建于1998年 以美国为主导16个国家联合参与 总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 那时候 我们曾经申请加入国际空间站 但被美国拒之门外 按照当时的条件来看 我们的航天技术并不落后 美国之所以拒绝 说白了 就是嫌弃我们 看不上我们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曾说 国际空间站中国没有参与 不是中国的因素 在航天技术这方面 美国这样的国家 从来对中国采取不允许合作 美国看不上我们就算了 还要全面封锁我们的航天技术 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霸凌 1998年 美国出台经营条例 任何航天产业链产品不得出口中国 任何美国航天器件 不得由中国火箭发射 但中国人骨子里有一股韧性 你越是打压我 我越要超越你 这也就逼着我们走上了一条绝地求生的路 全面发展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装备 1999年 我们神舟一号飞船成功发射 成为即苏联美国之后 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载人飞船的国家 此后中国的航天事业一路高跟猛进 美国坐不住了 用更卑劣的手段阻挠我们发展 2011年 美国又通过了一项沃尔夫条款 全面禁止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的合作 这个政策恶心到什么程度呢 当年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发射时 中国记者直接被拒之门外 此后 美国更是变本加厉 明镇按照对我们进行各种形式的封锁和破坏 2019年 第七十届国际宇航大会在美国召开 但美国以签证为由 不让中国参加大会 为什么美国一而再再而三找我们的事 我很赞同一个网友的说法 他提到了美式逻辑这个概念 一是我是最强的 别人什么都不可能比我强 二是万一有人比我强 那一定是从我这里偷的 三是不管你是不是偷了我东西 比我强就是我敌人 必须被扼杀在摇篮中 总之 美国把该用的损招都用了 那是在我们身上根本起不到作用 这些年 我们在载人航天 人造卫星 声控探测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 美国大概怎么都想不明白 怎么越是打压 中国反而越强大呢 看到中国越来越强 他们也只能一次次叹息 如果美国没有拒绝中国参与国际空间战 也许中国就不会竞争 建造自己的空间战了 可惜没有如果 咱中国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如今国际空间战由于设备老化严重 预计2024年将停用 届时 中国空间战将成为太空中唯一的空间战 很多人一定会关注一个问题 那咱们的空间战会让美国人上去吗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与联合国外空司就联合对外公布来自17个国家 23个实体的9个项目成功入选了中国空 坚战第一批科学实验项目 大快人心的是 美国并不在内 不过咱们不是故意针对美国 毕竟咱们不和他们一样小度机场 我们的格局在这摆着呢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说 我们没有排斥任何国家 也没有限定任何范围 由美国团队参与申报的项目 从科学价值和技术考量来讲 美国的项目没达到要求的标准 反正咱们中国的空间战 就要按照咱们中国的标准来 不过想想美国也是挺搞笑的 以前高冷拒绝中国加入国际空间战 现在反而舔着脸来想要加入中国空间战 脸皮确实很厚 为了以后能进入中国空间战 连一项阴阳怪气的外媒都不再用阴间滤镜了 开始学着说人话 CANN评论说 短短十余年间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独立掌握在人天地往返技术 独立掌握空间出仓技术 独立自主掌握交汇对接技术的国家 果然印证了那句话 人强的时候身边好人就变多了 不过以后国外的宇航员 只有先学会中国话 才有资格去咱们的空间站 在中国空间站 航天员操作界面都使用了中文 因为咱们用的是自己研发的麒麟操作系统 而麒麟操作系统创立的目的 就是为了打破国外操作系统的垄断 研发团队的专家说 如果完全采用别人的系统 这就好比在别人的墙机上弃房子 再大再漂亮 也可能会经不起风雨 甚至会不堪一击 世界永远通行丛林法则 只有核心技术掌握在手里 才能不受制于人 现在已经有外国宇航员在努力学习中文了 他们想在2022年登上中国空间站 不过留给他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因为中文可不是那么好学的 回望我们一步步走来的路 从被美国拒之门外到有了自己的空间站 甚至让世界的宇航员都主动学起了中文 此刻内心只有一个字概括 爽